也是關於古波的事情 在錢而而隆 我就是用了我的EBM 做出來幫他管了差不多一百千 所以那時候就有問他 你千萬千萬不要再去見 有什麼事情跟我這個爸爸的講 所以我們是以為他是OK了 沒有問題 那你知道五年後的 上個月十月尾 我忽然間在他的家 在他的房間一個晚上 母親看見他晚上出去 母親在他的房間看一下 留了幾封信 一個給爸爸 一個是給祖母 意思是說 他裡面的內容 意思是說要去自殺 我就騙他 他叫他回來 但好起來他的電話還按著 叫他回來 然後就送給他這個文章 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他簽他弄錢 我說為什麼又在一個男的店 你給我寫出來 全部簽了多少 他寫了一個list 全部給我 差不多是二十多個 差不多是也是差不多 九十到一百千 這樣 所以那時候 一想到這樣 我就try to call 親戚朋友 因為有一些那時候 剛好是三十號 十月到期 就是明天的那是二十九號 就 借到十千千 就給那些 weekly expire的 到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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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七七七七十到九十八八十 八十八千 高 給完了 就跟他說 還有嗎 他說沒有了 說 你就不要再借了 我們這邊 親戚借的是 借多少 他們給我們多少 盡量能力 會 才慢慢管給他們 以為就是 也是沒有事了 那你知道 十二月 十號這樣 又有阿隆 打給他的姊姊 打給我 打給媽咪 也是熟 這 翁翁病室是你的兒子 也是他爸爸 他們 他欠我們的錢 今天到期了 其實 有錢給嗎 我說我都不知道 在那裡 所以我回到家 見到他 就 那時候真的很火氣 打了他幾把 問他 為什麼有在去借阿隆 那時候他的 他的整個人 看得很帥 以前的 我就不會問他 為什麼 殺人一遍就這樣 又沒有生呢 他就跟你說 我去自殺 說什麼自殺 你怎麼樣自殺 他說我去燒灘 在車裡面 我燒了十八個小時 為什麼他又跑回來 我也不清楚 我都沒有 在想多問一次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一樣 你真的欠多少 他也是早上次 照一個的歷史 我說 差不多也是九十千 你叫爸爸怎麼樣還 朋友 親戚全部接的 我有打電話去 又在打電話 每一個人問你 你這個兒子還會有 第四次嗎 第五次嗎 我說 我沒辦法了 你自己去打算怎麼樣了 我說 我沒辦法了 你自己去打算怎麼樣了 你這樣 這兩天 他就出了 家門 就沒有回來 又打電話回來 說 爸爸對不起 我跑了 怎麼辦了 到現在 沒有消息 所以說 他做到這樣 我們是很心痛 我們不能再連累到全家人 全家人 全家人都 姐姐也有 阿龍也打來威脅 你們要還 你要幫 他是你的弟弟 他是你的孩子 我們準備要去還 有一些又來到我們的家門 我們也是這樣講 可是他不盡一還 所以我們自己 我只是一個退休 打工 來不了 薪水 不是很多 千多塊 你覺得我們怎麼樣去 我們剛剛好 可以自己用不了 聖母輩 我希望 希望 我講 希望 那些阿龍幫忙 不要 你仔細找我 他接錢 你們去找他 就好像 有一些阿龍 聽說 接錢的還錢 所以 接錢不是我 是他 最後是離家 所以是幾個號 應該說 那個時候說